OK,那我们现在先开始哈 OK,反正今天的这个讲座呢会有回放 所以说有错过的小伙伴呢 之后也可以在群里面拿到回放的录屏 OK,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这个雇主担保的专题讲座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 我叫Hannah 我目前是澳大利亚官方注册的持牌移民代理 然后目前呢已经在这个行业有八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了 那么目前呢我主要是处理这个像雇主担保 然后包括一些相对复杂一点的技术移民 包括家庭团聚移民相关的这个案子 那么今天呢主要跟大家说一下雇主担保相关的一些政策要求 包括说我们新政之后有哪一些改变 包括说像雇主担保比较基础的一些问题呢 我今天也会给大家进行介绍 OK,首先我也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哈 我们公司呢是领航集团教育下的一个品牌 那么是Monkey King留学移民 那么我们主要呢是做留学和移民相关的这个业务 对 那么我们公司呢是有多名的持牌移民代理 包括留学移民顾问 然后为大家提供这个一站式的服务 OK,好 今天的这个讲座呢 我主要会涉及到以下五个topic 那么第一个呢主要是针对说雇主担保相关的这个签证 都有哪一些的基本要求 那么我会涉及到像482,494和186 186的话今天主要会讲两个stream 一个是DE,一个就是TRT 然后第二个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像新政之后呢 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政策上的改变 有什么样利好的一个政策 第三个呢主要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什么样的申请人呢比较适合做雇主担保 然后第四个呢也会教大家一些比较常见的如何判断自己的雇主 是否具备这个担保资格 那么第五个呢也就是大家比较常问的 就比如说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然后以及说相关的费用都有哪些 然后最后我会有这个Q&A环节 然后会在群里面回答一下大家留言的这些问题 今天的讲座都比较干货 大家也可以稍微仔细听一下 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482TSS签证的一个基本要求 第一个呢 首先482签证它是有职业清单的 对就是我们说的新政的186TRT是取消了职业清单 但是482的话它本身是有这个职业清单的要求的 那么482的它的清单是比较广泛的 它比如说像我们说的长期列表 短期列表还有部分的这个regional area的这个ROL 这个列表上的一些职业呢都可以申请482 当然也有一些少数的ROL的职业是不可以申请482的 比如说这个Importer Exporter 进出口这个专员是没有办法申请482的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案例 是只能走494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英文要求 那么如果说你是在这个中长期列表和ROL 这个列表上呢 你是雅思是四个五分 那如果是短期列表上的这个职业呢 雅思总分是五 然后单科是不能低于4.5分的 那么同等的这个PTE也是可以的 好第三个 就482它是一定要求你有相关的这个学历 加上两年的工作经验的前提 你才可以申请482 那如果说你的学历是不相关 或者是说你没有这个本科 比如说你的职业是这个软件工程师 你没有相关学历 或者是你没有他要求的这个本科以上的学历 那这种情况呢 你是可以根据不同的职业的要求 用工作经验来豁免这个相关学历的要求的 那例如说我这边有一个例子 就针对说这个软件工程师 他的官网的要求是说 他可以用五年高度相关的工作经验 来豁免这个学历要求 所以说针对这个没有相关学历的朋友呢 是可以用这个工作经验来做豁免的 好 国内的相关学历是OK的 对 他这个不一定必须得是澳大利亚的学历 对 然后第四个要求呢 是年薪是至少七万的 但是这边就是这个是TISME的最低要求 这边我需要跟大家强调一点 就是对于482或者是186来说 这个薪资呢 他不仅是要满足政府定义的这个TISME的最低要求 他同时呢也是需要满足一个市场薪资 那这个市场薪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这个职位 在澳大利亚整个一个市场范围内 大家就是一个平均的一个给予的一个薪资范围 是一个什么样的Range 比如说对于软件工程师来说 你可能在SEEK上面去搜一下 比如说两年工作经验的软件工程师 那可能做一下Research 发现大部分的企业呢 他可能offer的薪资都是比如说8到10万 那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你只有7万 那实际上你稍微对比其他同等的这个 澳大利亚本地的工作者来说 你的这个薪资就没有那么有竞争力 那这个实际上也是不符合这个移民局的要求的 所以说不仅我们是满足最低的TISME7万 同时也是要看你这个职业在市场上的一个薪资标准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然后第五个呢就是职业评估 那对于482的这个签证来说 职业评估大部分的职业 实际上是不需要强制要求职业评估的 例如说我们说的那个会计IT啊工程啊 这些其实都是不强制要求职业评估 当然如果说你有的话 那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材料 但是对于部分的这种技术工种来说 比如说厨师啊木工啊电工啊这些职业 如果说你是他对应的这个国企的这个国家的护照持有人 那么你是强制要求提供职业评估的 那这个的话就是他的这个范围就比较广了 就是case by case的话 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私信我 然后这个是482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要求 我们必须要满足这些基本要求之后 你才可以考虑482这款签证 OK好那我们就move到这个494签证 494签证说实话 就从这个新政出台之后 494签证就相对变得有一点鸡肋了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基本条件 实际上比482还是要苛刻一点的 如果能满足494的条件的话 很多时候可能你都可以走186第一了 对吧 好第一个是需要职业全评估 然后第二个呢 你是需要有三年以上的全职工作经验 这个工作经验呢 是需要与你的提名职业是高度相关的 然后第三个呢 你需要有雅思四个六的要求 然后第四个呢 你需要有这个偏远地区的雇主对你进行担保 第五个呢 你需要为这个偏远地区的雇主工作满三年之后 才能转这个191拿到绿卡签证 就是这个PR签证 482和494这两款签证 它都不是PR 它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工作签证 当然未来是有条件有机会转PR签证的 OK好 然后接下来这一页呢 我主要给大家介绍就是186的两个stream 它分别的要求是什么 都是基本要求 第一个也就是186DE 这个就是一步到位的PR签证 一步到位的186 总结来说 这个186DE适合的人群呢 就适合在你是在长期这个职业清单上的 同时呢你有职业评估 比如说会计工程IT 或者是我们说的幼教啊 和这个护理啊 社工啊这些其实都可以 对 然后再加三年工作经验 对 当然这工作经验是要求全职 然后并且呢 是跟你的提名职业高度相关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你必须要有24个6 对 这些就是总体来说 一句话总结 就这些申请人满足这些条件 你可以考虑186DE 除此之外呢 当然你的年龄的话 像186不管是DE还是TRT Stream 年龄都必须要在45周岁以下 然后当然是 有部分情况是可以进行豁免的 之后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豁免的条件 然后第二个就是 刚刚提到雅思 然后长期列表 有职业评估 然后有相关学历 加三年全职工作经验 这个地方跟482一样 如果说你的学历不相关 或者是你没有他对于该职业 这个ensco code上面要求的这个学历来说的话呢 那你也需要用这个三到五年的全职工作经验去 豁免相关学历的要求 好 第六个 年薪一样是至少7万 然后更高的话呢 就取决于你的市场薪资的这个定位了 好 这个是DE的要求 TRT的要求呢 简单来说就是 我先拿至少两年 482签证 然后我工作两年之后 我可以申请转186TRT 所以说我们这个TRT对比DE的区别在于 它是先TR 然后再TR的一个过程 好 然后它适合的人群呢 是我没有职业评估 然后我也不在这个中长期列表上 我无法走DE 然后比如说像市场专员HR 一些设计师相关的这个职业 然后同时呢 我为这个482雇主工作两年 然后我有亚斯四个六 然后我年龄是在45周岁以下 或者是有豁免的这个情况发生 然后呢 我达到这些要求之后 包括这个薪资也要求了7万以上 或者是这个市场薪资标准 我都达到了这些条件之后 我可以申请转186TRT 不管是DE还是TRT 这两个stream 它对应的都是186这一款签证 所以说都是一个TR签证 没问题 这个是186的要求 OK 这个地方呢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表格 稍微可以对比 看一下这个我们482和186 相关的这个条件和一个对比 可以更清晰的看出来 这两款签证的一个要求 对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有说的这个要求 实际上都在这个表格里面 那大家可以稍微对照着看一下 唯一就是刚刚我们没有提到的一点呢 是482签证呢 它是一个短期签证 那通常情况下呢 它一次是给两到四年 当然是取决于你的职业是在什么清单上 或者是说你的国籍是不是在我们所的ITO 这个成员国家里面 那么香港护照持有人呢 是可以拿到五年的 然后这个186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永居的一个PR签证了 另外提一下刚刚也是没有提到的 像482的话呢 它是先要申请这个sponsorship 也就是你的雇主呢 只需要通过这个sponsorship申请之后 然后再申请提名 就nomination的申请 然后再申请visa 所以说对于482来说 它一共是三个步骤 那么对于186来说呢 你是没有把 你不需要再从 就是额外去申请这个 这个担保资质 也就是SBS的这个担保资质 sponsorship不需要申请 所以可以直接申请nomination 然后再申请visa application了 所以对于186来说呢 它总共的步骤是两步 然后清单来说的话呢 这个刚刚也有提到中长期 短期或者是RL都可以申请482 然后186的话呢 第一它只考虑中长期列表上的职业 那么TRT的话呢 这现在新政出台了 就是说它不需要再考虑职业清单了 那所有能申请482的职业 它都可以转TRT 那也就意味着 只要你能拿到482 然后两年之后 你的雇主愿意再担保你申请TRT 你都可以直接不用考虑 职业清单的这个问题了 直接可以申请TRT 这个也是今年这个新政之后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革 OK 全职的要求 刚刚我们一直在讲到这个 fulltime全职 全职在澳大利亚这边呢 是定义的是38小时每周的 这个以上的时间 当然每个行业 它可能相对这个会有一些 就是出入哈 就是根据每个行业 当然它也可以接受 比如说像30小时35小时等等 当然这个是根据每个特定行业 它的全职的定义是什么样的 那移民局也会做进去考虑 当然就是普遍来说都是38小时 然后它必须是要满足 这是一个真实的岗位 且就是招聘的这个雇员 担保这个雇员 真实的想要在这个公司来工作的 这一点呢 是186和482非常重要 也是就是非常难去 就是满足的一个条件吧 这个因为就是我们之后会说到 它会有一定的这个移民局 和移民官的这个主观 主观的这个判断在里面 好 然后我们刚刚没有提到 这个劳动力市场测试 就labor market testing 这个的要求呢 其实对于482来说 如果你是中国国籍的这个护照持有人 那你是可以豁免这个要求的 你不需要再去额外去做这个 labor market testing 但是呢 我们有时候也会建议去做 原因是这个做labor market testing 实际上可以侧面的去反映 确实雇主他在市面上 照不到比你更更优秀 然后比你更适合这个岗位的申请人 那么也可以侧面去证明 OK 你确实很适合 同时这也是一个真实的职位 然后招聘你 雇佣你也是和担保你也是一个 非常真实的一个事情 包括186也是一样 186对于labor market testing 劳动者市场测试 他本身就不要求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 就是根据case本身的情况 也会建议可以去做一下 因为确实也是能够侧面去反映 这个真实和合理 这个要求是满足的 市场薪资 刚刚我们一直有提到 至少是7万 当然也是根据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职业要求 看一下你在市场上的定位 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OK好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那个我们这一次新政 它到底改变了什么 以及说我们有什么不变的地方 这个新政呢 目前法律上 它确实没有一个定义的 就是开始时间 但是我们昨天收到了 这个MIA协会 就是我们的移民代理协会 发来的这个通知呢 是应该是在11月25号成效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这两天可以再关注一下 具体的这个法律生效的时间 OK 它改变的 第一 我先说一下 这个不是改变的 而是适用范围 就是所有的482签证的holders 无论你是新政之后 申请的482 还是说你现在已经持有482了 其实你都可以利用新政去 转186TRT 那第二个 就是它改变的地方 第一个是三年变两年 这个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改变 就原先呢 就是482转 186TRT 它是必须呢 是跟这个雇主 在过去四年内工作满三年 然后我才可以申请转186TRT 然后现在呢 是把这个三年时间缩短为两年了 然后第二个改变呢 就是186TRT 它原先呢 是有职业清单的 它职业清单是跟DE是一样 这必须要在中场系列表里面的职业呢 它才可以去申请186TRT 但是今年呢 这个新政改变之后 186TRT的提名职业 它扩张到所有 只要你能升482的职业 你在TRT的时候 它都不要再看 你是否有这个清单的要求了 都可以申请转186TRT 只要你的雇主愿意继续担保你 只要你能满足我们之前说的其他的条件 然后第三个就是 这里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 当然也是看每个职业不同的这个重要性 也是不一样的 对于有一些职业来说 它会有一个 caveat caveat 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会计职业 我除了满足这个 普通的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general的要求以外 我还有额外的要求 额外要求是什么 对于会计 你的公司的营业额需要大于100万澳币 你公司必须要有5名以上的全职员工 然后并且呢 你的职位不能做基础的bookkeeper 或者是APAR的岗位 这三个条件实际上就是 caveat 就是额外的限制条件 这个 caveat 不是每一个职业 都会有额外限制条件的 但是对于有一些职业 比如说像会计它就有 那如果说像这个清单解除之后呢 实际上这个 caveat 也是随之就不用满足了 因为清单跟 caveat 它是在一个 这个移民清单列表里面的相关的这个条件 所以说也就意味着 对于现在持有482签证的 比如说会计的申请人 你在申请482的时候 你满足了三个 caveat 但你在转186 TRT的时候 突然一下你们公司的营业额 可能低于100万澳币了 可能编成了98 90 for some reason 那这个时候呢 像原先啊 可能就会卡在转不了 186 TRT这个阶段 但是像新政之后 如果说你 for some reason 你的公司没有办法满足 caveat 但是因为它不再生效了 所以说在你申请转186 TRT的时候 也是可以继续满足这个条件 来进行申请的 然后第三个这个年龄豁免 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186呢 不论是DE还是TRT 45周岁的年龄是需要满足的 但如果说你的年薪非常高 比如说像今年 这个高薪的定义是 167500每年的年薪 那如果你能满足这个年薪 你在持有482期间 每年的年薪都达到这个标准 或者是满 就是达到该年 对于高薪的这个定义的年薪标准 那你在转186 TRT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被卡45周岁 这个年龄限制了 然后另外就是对于 偏远地区的这个 medical practitioner 也可以申请联姻豁免 但是我相信这一块的职业的 申请人会相对少一点 然后第五个就取消 COVID期间所有的豁免政策 当然这个可能 跟大家这个关系不是太大 然后不变的是什么呢 不变的是186 DE和劳工协议 这两个通道呢 是暂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的 所以说如果你是走 DE和劳工通道的申请人 你还是需要按照 现有的这个政策进行申请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TRT的薪资和年龄 薪资年龄和英语都不发生改变 年龄的话也是只有豁免的条件下 你才可以豁免45周岁 这个年龄限制的 下一张图呢 是今天我看群里面有 有朋友问到这个配额的问题 然后我截了一个 这个official的一个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从2020年 一直到现有的这个财年 然后对于雇主担保这一款签证 那所有的这个每年给的配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逐年递增 虽然说变化都不是太大 但是确实会一直在涨 那么今年呢 它是一共是36825个配额 这个是对于186来说 482签证没有配额限制 所以说对于482申请的朋友呢 是不需要担心这个配额的 但是呢确实群里有朋友提到说 那是不是就是转186的时候 大家都会争这个配额 确实有这个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 就是要看一下移民局会不会结合新的政策 明年给到这个186签证更多的配额 来辅助于说这个新政的落实 然后另外就是我看群里有朋友问到说 这个配额是全国一起用 还是说每个州还有不同的这个配额 分享 这个是全国的 因为对于186来说 它都是联邦来审的这个签证 而跟州政府没有关系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考虑到 每个州会拿到多少配额 全部都是联邦这边全国性的 有多少配额 那大家就是去分享这个配额 接下来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什么人适合办这个雇主担保 结合我自己的这个经验 还有就是我做的一些案例 包括是我服务的一些客户来说 第一个就是技术移民职业 就是实在太卷了 太卷了的职业 那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会计 还有就是部分IT的职业 其实也分数也真的挺卷的 那分数确实大家 因为疫情期间 可能大家熬了很多年 然后之前考了八诈 PTE都过期了 然后CCL也过期了等等 加分项都过期了 然后但是呢 这个时候你确实在澳大利亚 这边有一个很不错的工作 然后雇主也很喜欢你 然后你自己也比较满意这个工作 那么如果你有两年以上的 全职工作经验的话 是可以考虑跟雇主聊一下 是否可以结合这个新政 富台的这个消息 跟雇主聊一下 有没有可能性 能够担保你做这个SPA 或者是说直接担保你做186第一 因为像技术移民和雇主担保呢 其实它本身是并不冲突的 大家可以继续凑分走技术移民 同时呢 如果说你的雇主愿意给你一个 这个offer 愿意担保你 那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多条路了嘛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办法拿到 纸品的申请人 确实很多职业 它纸品相对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 那么对于没有办法拿到纸品的申请人 就没有办法走技术移民 那这种情况呢 实际上就只能考虑 我要不要先申请482 TSS 那么我们在482 TSS公签期间 例如说你有四年482 那你可以利用这四年 可以继续去 就是努力去达到申请执评的要求 例如说考英语 或者是积累相关的这个工作年限等等 然后来申请这个189或者190 一边呢也可以 继续跟这个雇主工作 然后考虑积累这个转TRT的工作年限 因为这个我们刚刚提到 也是需要至少是在482工天期间工作满两年之后 才有可能性能转的 那这边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幼儿教师ECT 这个职业呢 说实话最近就是三宝职业之一嘛 最近也是很热门 但是很热门的情况下 我自己的客户很多时候会跟我聊说 Hannah那我读完这个幼教 或者是我马上毕业了 那现在这个幼教仿佛好像读的人非常多 那我毕业之后会不会分数很高 那我现在年龄可能已经 过了最高的年龄加分了 那我怎么办 或者是说我其实只 我之前本科在国内 我来澳大利亚 我只读了两年的幼教master 那我要是考不到七七八八的语言 我也拿不到豁免怎么办 那这种情况呢 你或许可以考虑482 当然在你考虑482之前 你必须得要 至少有个幼教相关的qualification 且你在毕业之后 有两年高度相关的全职工作经验 这个时候你才有机会考虑482 所以说你幼教刚毕业的同学 首先先把485申请了 那你在485期间 你在比如说你找了一个幼儿园 开始做这个ECT相关的工作 那你在这个两年期间 英语可以努力考一下 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性 刷到七七八八 如果说最终还是感觉差一点 也可以跟雇主聊一下 有没有可能性先给你申请一个482 然后之后呢 482四年时间嘛 你可以继续考七七八八 如果说考到了 那咱们就走189 190 如果还是考不到 那至少给自己留一个TRT的这条路 对吧 当然这个前提是 咱们是一定要拿到该州的注册 教师的这个注册 这个注册跟职业评估是两个事情 对 那注册有没有语言要求呢 这个我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发邮件 去该州的这个注册教师的协会去问一下 像维州这边就是VIT 那我听说的 因为我自己并没有就是去 弱使这个问题 但是我听我自己客户说 他们有发邮件去问过VIT 注册的话应该是不需要语言的 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去发邮件 去确认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就是非热门的移民职业 比如说骨师啊 baker啊 面包糕点师啊等等 还包括说市场营销 平面设计师 web designer 因为最近UX designer 交互设计也比较火嘛 这个职业 那很多人可能做web designer 那这些非热门的移民职业 可能你在申请州担的时候 发现好像也挺难的 州政府也不太爱邀请 那这种情况 如果你有多年的工作经验 然后又刚好呢 在澳大利亚这边找到一个合适的雇主 那也可以跟他聊一下这个雇主担保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跟自己的雇主去聊一下雇主担保 因为这个雇主担保改革的这个消息 多多少少 我相信就是很多就是在这个 了解一点签证的人 或者是关注这一块的人 其实都会有所耳闻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借着这个消息出来 那跟雇主 把这个消息发给雇主 然后跟雇主聊一下说 我看这现在好像有一个新的policy 那有没有可能性呢 我们公司也可以提供这个担保的资格 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跟雇主聊的一个契机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对于我们很海外的申请人 如果你有多年工作经验 你也可以考虑就是直接在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 然后申请澳大利亚的这个职位 然后可以看一下找一些大的公司 看他们愿不愿意提供担保 那可能有一些客户会给我反馈 就觉得这种方式实在太难了 就觉得我从来没有来过澳大利亚 为什么雇主会愿意担保我 但实际上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实 因为我这边也做很多的这个咨询 然后我这边确实是很多这个IT方面的这个申请人 就在国内呢 是大厂大厂里面工作了很多年 五年十年的 那他们有很好的这个技术 包括说以前可能也有美国英国 甚至澳大利亚这边的留学背景 英文也不错 那这个时候呢 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对吧 尝试一下去投一下简历 去找一些大型的公司 那他们可能会已经具备这个担保资格 他们对这个担保这个事情并不陌生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拿到了off 那offer之前跟HR聊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能够直接担保你 就是从海外担保你过来 先申请司法 这个其实是有可能性的 而并不是说 像现在可能大家看到的很多媒体上 或者是小红书上面那种 就是假的这种 我不是很建议大家去考虑 但是就是其实也很多真实的 这个孤主是愿意担保的 然后第五个就是年龄较大的申请人 例如说可能已经43岁了 或者是已经超过45周岁了 那这个时候呢 申请技术移民实际上就很难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时间是很 很宝贵的嘛 那可以考虑是什么 如果你现在43周岁 那你如果有很多年的工作经验 英文也不错 可以做纸评 那你也可以考虑一步到位申请186DE 那第二种呢 如果说年龄超了45周岁了 那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你就只能考虑先拿482 因为482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那你申请482过来之后呢 你如果你的薪水很高 它达到这个高薪标准 那你在工作两年之后 你可以申请转186TRT 也不需要年龄的这个限制 或者是说 如果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的43周岁 那你先拿到482 482下签之后 你在45周岁之前 如果正好满足了这个186DE的条件 比如说你制评下来了 或者是你的语言达到了 那你也可以直接申请186DE 就不需要说一定要等到 我们一定要走这个TRT这条路 然后第六个就是 工签快结束了 然后雇主依旧想留你下来工作 觉得你非常不错 那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可以跟雇主 聊一下482的问题 然后第七个呢 就是482期间 只要满足这个 就我们刚刚提到的 满足第一的要求 大家就不要等了 就是跟雇主可以聊一下 有没有可能性说 公司直接在担保我申请第一呢 就是可能TRT我才得再等两年 但第一的话 我现在已经满足条件 我可以直接申请了 对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的 不一定 我非得要等做完两年之后申请TRT OK 好 OK 好 那如何判断自己的雇主 是有担保资格的 那这边就是教大家看几个数据吧 或者几个内容 第一个就是公司的这个财报 或者是说经营情况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大家看财报需要关注的呢 是几个数据 第一个就是这个公司成立的时间 然后第二个就是上两个财年的 Turnover就营业额有多少 然后第三个就是它是否盈利 首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盈利的公司 它才有合理的可能性 去担保一个海外的员工 如果这个公司它都亏损了 那你觉得移民局是怎么去相信 这个公司还有赋予的这个钱 去给你发7万澳币的年薪呢 对吧 然后第三个就是一个payroll的情况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看 这个公司的组织架构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公司 它目前它的架构是什么样的 它都有什么样的岗位 然后它的全职和兼职员工数量是多少 然后海外人士占比是多少 然后第三个就是要看这个 offer你的position的一个职责 它是否跟你的提名职业 是一致的描述 例如说你想做会计 那它offer你的position 它实际上是一个APAR 或者payroll officer 那这种肯定是不行的 那第四个就是要看这个 提名职业 它是否可以解决 真实和合理这两个问题 那第一个就是要看你的职位 跟这个雇主的营业范围 是否一致 然后第二个就要看 这个岗位呢 在这个公司的分量重不重 是否能被替代 这个能被替代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公司 想担保个会计 那移民区很有可能 他质疑一个点是 你们公司实际上六个员工 那你们很有可能 就是很合理的 就是可以把这些所有的 会计的活 就是外包出去 那为什么这种情况下 你还需要担保一个 in-house的accountant 那这个点就是 大家一定要提前去考虑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后面就是 如果是新设的岗位 就是之前这个公司 从来没有一个it职位 那突然之间要担保一个it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公司 就是要设立这个it岗位 他之前没有it岗位的时候 这个公司是怎么解决 他目前运营中的这个问题的 然后后面也要考虑的就是 这个公司呢 他是不是有很大的 这个业务量的增加 或者是说开发了一个新的业务 所以我要担保一个 一个海外的人士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 这genuine position 就真实合理的岗位 这个内容其实是 nomination里面最重要 也是最难的一环 因为他既要考虑的因素 是非常多的 就是要站在一个 很高的一个角度去 全官去考虑这个case 该从哪个角度去解决 去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呢 因为他掺杂了一些移民官 他自己主观的一些判断 所以说导致了这个nomination 他很重要 但是他也确实有一定难度 然后举两个例子 这个其实第一个也不是一个例子吧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担保会计 他很多朋友就问说 什么样的公司能担保会计 那这三个要求呢 他实际上是担保会计 最低的要求 但是不代表最低的要求满足了 这个公司就会合理的 需要担保一个会计 这个也是要从我们刚刚提到的 多维的角度去考虑 这个公司他到底 需不需要担保一个会计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是我之前一个 一个过来咨询的一个客户 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就是 比较有代表性 因为像很多朋友会问到说 那公司营业额 它必须要达到多少 它才可以担保 实际上除了我们刚刚说的 有一些KV职业以外 很多职业 它其实对公司营业额 都是没有一个具体要求的 但是呢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要从一个合理性的角度 去考虑 它到底合不合理 对 然后比如说 这个案例是 我年营业额只有20万的 小的舞蹈工作室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年营业额 而不是利润 那么我们现在有四位员工了 我还想要担保一位 Dance Teacher是否合理 那这个地方呢 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说 它不是没要求年营业额吗 那20万是不是也可以 我说实话 大家要考虑一个 合理性的来说的话 就是20万营业额 那如果说有四位员工 每位员工 每年的收入是五万 那实际上 你所有赚的钱 都拿去发工资了 那你怎么样 还有额外的七万 去担保一位Dance Teacher呢 对吧 所以这一点上说 大家就是一定要 从一个 这个 这个多维的角度 去考虑 自己到底有没有可能性 或者自己的雇主 到底有没有可能性 能够完成这个担保 那接下来呢 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就是雇主担保呢 他到底需要 什么样的材料 首先雇主这边呢 他需要准备的材料 就是我一般总结 是四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注册方面的材料 就是比如说雇主呢 他作为一个公司 那他肯定是要在这个 政府去注册 他的ABN ACN 还有ASIC网站上面 会去注册相关的 一些信息 然后第二个呢 他需要提供 这个财务方面的材料 那财务方面的材料 例如说一下 财报啊 BUS啊 Tax Repent Records 相关的这个材料 然后第三个就是 公司的这个组织结构 它到底目前是一个 什么样的组织架构 还有它人员构成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 然后第四个就是其他 对这个其他范围就很广了 那这个就确实是 每个case 我们准备的材料 就是会不一样 就是大致呢 就是如何证明公司 是actively并营 然后如何去证明 general position的问题 然后下面就是 申请人需要准备的 工作经验方面的证明材料 这个地方呢 大家就需要 就是准备 就是四 也是四大方面的材料 第一个就是雇主性 雇主性的意思呢 就是你前雇主 比如说像482 两年工作经验的要求 186DE 第三年工作经验的要求 那你起码你得证明 你在过去两年 你跟某某某公司 做了某某某岗位 你的工作duties是什么 来证明你是满足 这个两年或者三年的工作经验的要求的 那第二个就是 社保养老金的缴纳的一些证明 证明你是真实的被雇佣 然后第三个就是 你公司进账的一个流水 来反映你确确实实是 每个月收到了这个工资 然后第四个就是你的纳税证明 就证明你合法纳税了 对 基本上就是这四大方面的材料 来证明你的工作的经验 是满足要求的 好 那下一个就是 雇主担保办理的流程 和相关的费用 第一个是482签证 目前审理速度 大概是一到三个月不等 具体取决于呢 你分到那个assessor 然后以及说你的case的 就是难易程度 然后来订单 那基本上就是一到三个月 时间是相对比较快的 然后第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sponsorship的申请 那这个申请费呢 是420欧币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提名nomination申请 那这个申请费是330欧币 当然还有一个scrolling levy fee 这个是要交到政府 由雇主来缴纳的 那这个的费用呢 对于spar来说呢 它是按照每年来收取的 取决于你要申请几年的spar 基本上是在12000 1200到1800每年的这个费用 然后比如说是1200 然后你要申请四年 那就是乘以四 然后visa application 这个fee呢是主申请人 如果你是短单上的话 是1455 副申请人跟主申请人 是同样的费用 然后主申请人 如果是在长单上的职业 是3035 然后主部申请人 也是一样的费用 然后186签证呢 就是审理速度 大概是在10到12个月左右 稍微时间比较长一点 然后第一个就是nomination 它的费用是540 然后scrolling levy呢 是3000到5000 取决于公司的这个 营业额的大小 然后第二个就是visa vacation 是主申请人4640 副申请人2320 这个就是基本上 办理雇主担保 雇主和申请人 需要缴纳的第三方备用 OK 那今天的这个主要讲座的内容 就到此为止 然后我会到Q&A环节 然后这边呢 我也把我自己的联系方式 贴到了这个PPT里面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加一下我 有微信和我现在目前 在经营的小红书 然后我可以 我可以先看一下这个 咱们这个公屏里面的问题 一会儿再看一下 这个群里的问题 OK 好 48后面转186 需要4个6 494转191的时候 需要4个6吗 不需要的 191是没有语言限制的 然后飞机维护工程师呢 可以单 雇主担保吗 是可以的 对 就是具体的话 要看一下你的雇主的一个情况了 然后今年491还可能大赦吗 像去年新周一样 对 这个我们今天主要是讲雇主担保专题 不过我看有些朋友也问了一些技术移民的问题 491 我觉得今年大赦的可能性可能不太大 因为大家如果关注到这个配额的话 今年技术移民的这个配额是 基本上削减了70%的 所以说今年有可能不太 不太有可能大赦了 但是明年说不定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反正还是那句话 就把自己竞争力提高 该凑工作经验的凑工作经验 该考英语的考英语 然后482提名的时候被拒了 后面还可以再递交一次482吗 是可以的 对 雇主提名 提名的时候被拒了 可以再递交一次提名申请 对这个是OK的 233914可以申请 可以不到位申请186 目前我们手上也在做一个 这个233914工程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的一个186的案例 是申请第一的 申请482的时候 需要有这些营业额的条件吗 这个就是说实话 它是根据每个职业的要求不一样的 如果你的职业 比如说像会计 那你有KBIT 那你就有营业额的限制 比如说100万RB以上的营业额 但如果说你的 这个打比方软件工程师 它就没有营业额的要求 但是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虽然没有营业额 但是大家一定要考虑 这个合理性的一个问题 如何解释真实和合理 Generative Position 这个一定是雇主担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然后UX Designer可以走 Web Designer可以的 OK 好 2021年11月开始为澳洲某矿工公司开始全职工作 Mining Engineer 同时读Master 2023年9月拿到了Mining Engineering 10月下千斯巴尔公司 雇主还是同 相同的矿工 矿业公司 当前薪资是 130K 哪个时间点 OK 可以 好 这个时间点从你的这个 这个 Mining Engineering相关的 Qualification 毕业之后的那个时间点开始 积累三年全职工作经验 三年满了之后 可以申请186第一签证 当然如果说你比较着急 你可以在 比如说马上快满三年 打个比方 2.5年的之后 跟雇主提一下这个事情 可以开始先左手办Nomination 因为这个三年工作经验是 节点时间是要在你的186 Visa Application 递交之前满三年就可以了 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是递交之前 大家千万不要说啊 我先递交 然后我再继续积累我三年 这个是不可以的 他必须要在递交Visa Application之前 我有三年全职的工作经验 且在学历之后 482短期签证到期还能再续吗 可以续的 雇主担保在境外的工作时间算吗 理论上是可以算 这个无论是境内境外都可以 但是实际上能不能算这个 跟境内境外没有关系 跟你其他的 比如说你的qualification 是否满足 然后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 以及说你的工作呢 是full time part time等等 这些会去考虑的 而跟境内或者境外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 如果你问的是这个满足482的前提的两年 或者是满足186第一的前提的三年的话 请问雇主信要什么时候写好 具体要怎么写 可以在离职之前写好吧 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大 就是至少是在离职之前开好吧 我建议 当然如果你已经离职了 你也联系到之前的领导 HR也是可以的 485转186对工作时间有什么限制 对 485转186 对 如果你问的是485转186的话 485首先它不能转186 它是一个毕业生的工签 如果你想问的是485期间 积累满三年工作经验 申请186第一的话 那这个就是三年 482转186第一有什么要求 482它其实不存在转186第一 因为186第一呢 它实际上就没有一个 说我要从哪转到哪的一个过程 它就是一个 就像你可以把理解为189这种 那就是你满足条件 你就可以申请 它不像说 比如说技术移民的491转191 它没有一个转的过程 所以它跟482转186TRT还不太一样 482转186的配额 不是以周围单位的 它是以全国为单位的 本科专业和雇主担保职业不一致可以吗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开始有提到 可能这位朋友就是漏掉了这个信息 可以不一致 但是如果你不一致的话呢 你需要根据你的职业的要求 用三年到五年的工作经验去豁免你的学历的要求 我的职业评估结果是 Transport Engineer可以做186DE吗 雇主是可以的 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Transport Engineer应该是在常单上的 但你可以确认一下 然后如果是在常单上是可以走186DE的 雇主就是找一下试一下吧 对如果你没有找 你怎么知道难不难找呢 对吧 然后现在186取消了职业清单 之后482清单会不会遍业取消呢 这个目前当下是并没有取消的 那未来会不会再改变这个法律 而取消482清单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可以等一下新的这个政策 但是今天当下这个新政策 是不对482的清单进行任何的改变 186对薪资的要求 是指三年以后新的offer 对之前的薪资是没有要求的 对吗 对的 就指的是你在offer你担保的这个 这个被提名职业的这个offer上 你是要满足最低的TISME期望 和这个市场薪资标准 OK好 这个是我们公屏里的问题 我再看一下群里面 大家问的一些我们没有提到的问题 群里面 申请482需要有职业评估吗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 就是判职业 看你的国籍 然后第二个 海外申请人推荐入境 这个我们刚刚也大概有聊到 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大 如果说你想要一对一咨询的话 你可以联系一下我 然后第三个是工作经验相关要求 这个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两年申请482 三年申请186第一 482转186TRT是482期间两年 然后第四个 186 186有配额 然后且它不按周 所以说全国大家都是要 事业同一个 三万六千多的这个配额 OK 然后 482申请186没有了 职业清单限制 对这个 第七个问题 我们刚刚也有说到 我们就不 不赘述了 第八个问题 中国到澳大利亚工作签证吗 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在海外 然后能找到澳大利亚的雇主 对你进行担保 是可以办理这个482 或者186第一的签证的 然后 第九个问题 全国的配额 第十个问题 对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 雇主担保专场 所以说技术移民的话 我们这边就不展开来说了 看群里问了会计 分数 我们最近有一个105分的 100分加5分的维州会计 然后幼教的话 大概是集中在 70到80分左右的 这个 维州的 这个幼教 或要 然后 11个问题 需要的材料 刚刚我们有提到 然后 平均等待期 刚刚也有提到 482如果换雇主的话 对186影响是 这个我们刚刚没有提到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482转186TRT 它要求的是 你在为同一个雇主 工作满两年 如果你期间换了雇主 你需要重新积累这个两年的时间 所以说大家尽量尽量 不换雇主 这样是会最快的 如果换雇主 考虑一下直接一步到位186DE 就跟新雇主聊的时候 然后 482跟494的区别是什么 偏远地区哪个更好 就这个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就讲那个494简单要求的时候 大家区别就看一下 我们刚刚的那个 那个PPT的回放 偏远地区哪个比较好申请 实际上就是真的是取决于 你的职业是在什么清单上的 如果说像我们刚刚提到 如果你是 Importer Exporter 这个比较特殊的职业的话 那你只能走494 它是不在186的ROL里面的 所以说如果是你是在 482ROL 那肯定我会建议说 考虑482吧 因为它的要求会相对低一点 然后第四 这十三个 485签证 在澳洲境内工作一年多 若工作满两年 是否需要跟雇主沟通 先换482签证 还是说老老实实 工作三年之后 再直接找雇主讨论186 其实这个都可以 我建议可以把这个 希望雇主来担保你这个事情 提前提上日程 先跟雇主聊一下 就像我刚刚就是跟大家说的 现在其实是一个新政 出台的一个时间 那大家也是可以借此一个 一个很好的契机 跟你的HR 跟你的雇主聊一下 如果说雇主 他确实有这个担保的意愿 那可以把482和186第一 都跟他聊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呢 那肯定是第一位更好嘛 但如果雇主他 希望说我先给你482 那也是OK的 14 招聘广告要求 如果招聘 广告 至少三个一个月以上 如果真的有合适的人 应聘了 那是不是雇主就没办法担保 这个怎么确定 好 这个问题确实 是个good question 首先呢 就是我们招聘广告的 初衷和目的呢 是证明 在市面上 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 你是最优秀的 你是最适合该岗位的 那如果你的雇主 他突然找到一个 比你更合适的 那确实这个会有一定影响 但是前提呢 我们需要跟雇主聊的是 我做这个广告的目的 和意义和初衷是什么 然后再跟雇主 看一下这个广告 该如何进行 当然 大家要有自信 如果雇主真的是 愿意担保你 那实际上 在雇主心里面 你肯定是那个 很合适的人 然后第十五个 是48转1860 考虑到公司 营业情况 可能发生变化 对雇主要求是什么样呢 有没有营业额 人数的硬性要求 那这个也是 刚刚我们做的 那个 caveat的 的这个限制 对于48转186TRT的时候 如果你的职业有 caveat 你在转TRT的时候 实际上这些 caveat 可以不满足 16个 幼教正好毕业 同时有会计 有设计的全职工作 快一年 可以雇主担保 和幼教同时走吗 雇主担保怎么操作呢 实际上我是非常建议 大家两条腿走路 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 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如果说你有能力 那实际上 技术移民 该凑的分继续凑 因为有可能 在下一个财年 他会放水 那雇主担保呢 因为他整个周期 会比较漫长 因为像这位同学呢 他是快一年的 全职工作经验 那距离他的482 实际上他还差一年 那这一年呢 那是不是可以 幼教这边凑凑分 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性 能够尽可能性的走 幼教的189、190 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那两年之后 也可以跟雇主聊一下 482的问题 最后我们还有公屏里面的 一个小问题 稍等 我们看到群里面 又有一个问题了 第17个问题 请问持有482工作 两年期间 要年薪超过7万 才能换186吗 是的 没错 186TRT也是要求年薪 至少7万的 而且大家注意啊 482 如果你是 比如说你的薪水 升482 就是7万5 那你薪水是不可以降的 就是你可以涨 但是你不能降 然后呢 你在申请186的时候呢 你可以继续保持 7万5或者8万 但是你不能说 我申请186的时候 我突然变成7万 这个是不可以的 OK 好 我看一下公屏里面的问题 申请482的时候 需要186TRT不需要职业评估 然后482好像还是494 这个刚刚我们有提到 就是这位朋友可以看一下回放 然后境外可以直接申请186的 233914在186的第一的清单里面 然后我们刚刚 也刚刚有提到 就是我们 我现在手上正好有一个233914在做的 186第一的申请 然后应该马上审到它了 然后186第一的年薪要求 至少7万 至少7万 然后具体根据市场薪资标准而定的 OK 好的 大家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494是什么问题 配额 494也是属于这个 不补担保的一种行政 是share 稍等 这个应该不服 不share 这个186的 对 这个配额的问题我查一下 然后我在 我在群里面跟大家说 因为手上没有那个复具 建议大家自己找一下工作 先试一下 OK 好 然后 我这边放了这个 我的联系方式 然后 我一般呢 是做这个 EVE的付费咨询为主 然后如果 朋友呢 就是听完讲座之后 还有 关于自己的 这个案例 非常 具体的 和细节的问题呢 大家也可以 欢迎联系我 然后我会 给大家做一下 这个 一对一很详细的 这个咨询 然后看一下 你的这个方案 该怎么去设定 是最好的 Marketing Specialist 申请482 Marketing Specialist 首先 它是在短单上的 所以 你是不可以考虑 186第一的 它只有一条路 就是482转 186TRT 是不需要 职业评估 会有回放的 然后我们 讲座结束之后呢 我们的同事 会把这个 录屏 和录音 发到这个群里面 大家可以 感兴趣的话 可以听一下回放 OK 建议走482号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494要求是比较高的 对 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 提到这个问题 OK 好 那今天 我相信大家 今天的这个 也给大家提供了 很多的这个信息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 就先到这边 然后之后的话 如果有这个186 或者是雇主担保 新的消息 或者是说 大家有比较 感兴趣的话题呢 我之后会再 开类似的讲座 然后给大家做一下 这个公开的 这个知识的普及 OK 行 谢谢大家 然后有相关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私信联系我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